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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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已经被挖头机挖开了 那么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由于楦顶坍塌的一部分 因此考古队员可以很清楚地看见 楦顶上所使用的青砖 这些青砖呈长方形 长约38厘米 宽约15厘米 厚约8厘米 虽然在常人看来 这些青砖可能很普通 但考古队员正是根据这些青砖 判断出了墓葬所属的年代 据他们介绍 现场应该通过这墓砖 我们基本上能够确定 墓葬的年代是明代的 更让考古队员感到惊喜的是 裸露出的墓葬炫顶呈三炫三幅式 也就是一层树排砖之下 叠压一层横排砖 共交叠成三炫三幅 由此建成的墓葬炫顶 大约有九米长 在南京地区 这种规模的明代墓葬 一般只有功臣或王侯才能享用 这就意味着墓主人的身份 绝对不同寻常 那么他会是什么人呢 这一座墓葬位于祖堂山南路 前方陵水 周围绿树环绕 庙宇众多 在古人眼中 这里绝对称得上风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太监 难道新发现的这座墓葬的主人 也是一位宦官吗 尽管当时的考古部员 并没有对此表态 但附近的一些村民 还是做出了这样的猜测 有一些对此颇感兴趣的人 甚至有更加大胆的想法 他们推断 这座墓葬的主人 是曾经膝下西洋的 明代著名人物 郑和 当人们将这座墓葬 与郑和联系在一起时 祖堂山发现明代大墓的消息 迅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考虑到墓葬遗址和随葬文物的安全 考古队员加快了发掘的速度 没过多久 他们发现墓道竟然有二次开挖的迹象 有人据此猜测 这或许是夫妻合葬物 其实这个现象非常有价值 也非常有意义 那么我们以往发现了 这个两次开挖的是因为夫妻合葬 夫妻两人一个先死一个后死 那么第二次合葬的时候 它重新开挖 如果这真的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那么墓主人就可能 与身为宦官的正合无关了 墓葬的发掘工作才刚刚开始 围绕墓主人的讨论就已经沸沸扬扬 这也给考古队员带来了无形的压力 但他们始终相信 真相很快就会揭晓 2010年6月22日上午 发掘工作正在稳步进行 考古队员的首产 突然碰到了很坚硬的东西 当他们把土层一点点剥开后 灯陷在眼前的文物 让他们感到无比激动 这是当时摄影师拍摄的一张现场照片 让考古队员兴奋的就是照片中 被铁钩钩在一起的两块方石 根据其形态特征 考古队员推断 这是一盒墓制 考古队员将他送到了南京市博物馆 南京市文物局和南京市博物馆 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 他们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 公布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我记得当时公布的信息 主要是两个方面内容 一个方面内容 明确地告诉社会的公众 包括媒体 我们所发掘的不是郑和墓 而是他同样郑和夏浅安石团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航海家 制盖上的明文写道 大明都知见太见鸿宫受葬明 也就是说 这盒墓制其实是受葬明 我们在授藏是生前 是生前这个墓主 或者是他有意识地 这个把他的生平事迹 这个请人撰写 然后刻在这个制诗上面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受葬明里面的相关的内容 那个墓主他是经过他核诗的 而那个墓制的内容 是墓主死过以后 那个他的家人 这个请一些相对来说 这个身份地位 比较高的人 这个撰写 质文 根据明文信息 该受葬明可于宣德九年 也就是公元1434年 而洪宝在明文中 自称此时65岁 那么洪宝为何要在自己65岁时 写下受葬明呢 那么据这个受葬明里面 这个相关的信息 我们判断 洪宝就是非常普通的 这个云南大礼府 太和县人 那个他的父亲 他的祖父应该都没有任何 这个官职 这个受葬明里面 如果有他的父亲 他的祖父 有任官的话 在受葬明里肯定会有所交代 那么他没有交代 他就是普通人 考古队员查阅始练后发现 洪宝出生后的第11年 也就是洪武14年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统一国家 派遣军队到云南 与援军胜礼势力作战 次年 即洪武15年 平定云南 考古队员据此推测 洪宝很有可能 就是在此战之后 被带入宫中 这时的他才十二三岁 明文中还提起 洪宝奉命初始西域 远下西洋的世纪 其时间跨度 更是长达数十年 或许正是因为洪宝觉得 自己的命运起伏跌宕 所以他才会感慨人生短暂 乃至于要提前规划后事 然而 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人 明史却对他没有任何记载 这样的情况 让很多人都感到匪夷所思 于是 人们的视线再次聚焦于洪宝的物葬 洪宝受葬明出土于木门前部上方位置 当考古队员将木门前的封土清理完毕时 眼前出现的是一扇用六块大小不一的条石组成的封门 这些条石制作规整 各面均精打磨 最大的一块高1.7米 宽0.4米 厚0.1米 十分厚重 除了封门条石之外 考古队员还在墓葬东南边 发现了一条埋藏在地底的排水沟 残长约8.5米 在靠近墓室的泄水孔道左右两侧 还有五至六块半砖用来加固 其余均在砖缝两侧以半砖加固 在清理过程中 考古队员发现 排水沟所用的青砖 十分罕见 这是一种特制的凹槽砖 长约38厘米 宽约16厘米 泡面呈U型 两块凹槽砖相对扣合后 就形成了排水的通道 发掘工作进行的这一刻 所有人都期待打开墓门 但令人们感到疑惑的是 考古队员迟迟没有采取行动 我们这次是根据我们现场的发掘工作准备的情况 我们是把它定在7月13号 后来我记得是新华社的一个记者 他提醒了我们 他说7月11号是航海日 就提到建议为什么不把这个红宝墓 打开墓门的时间 向前提前两天到7月11号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 7月11日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 但了解历史的人知道 这一天有着重要意义 六百多年前 为了宣扬国威 明成祖朱棣决定 与海外国家建立联系 取专家考证 朱棣第一次派遣郑和下西洋的那一天 就是公元1405年的7月11日 六百年后 7月11日这一天 被定为中国航海日 既然考古队员决定 将雾门开启时间定在7月11日 这就说明 红宝与郑和下西洋的事件密切相关 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 依然写在了红宝的寿葬名上 至宣德耕虚 生本贱 太贱 宠政时 十海外 宣德耕虚 也就是宣德五年 即公元1430年 红宝以证实的身份远下西洋 因为那时候木制 这个树产品已经出土了 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个木主的身份 它就是下西洋使团的高级成员 红宝 后来我们就接收了 这个新华社记者的建议 就把开启这个红宝木门的时间 确定在7月11号 时间很快就到了2010年7月11日 考古队员即将开启红宝木的路门 这天上午 当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不远处的天空出现了大片的乌云 突如其来的雷震雨 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措手不及 尽管短时雷震雨 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 但很多人还是将它 与下西洋的红宝联系起来 认为这场大雨 暗示着红宝在海洋上经历的风浪 原本令人紧张的木门开启 也因此变得更加牵动人心 大雨停止后 考古队员正式开启木门 他们首先要清理的 就是沉重的封门石 这是当时摄影师拍下的一段视频 整个现场的气氛 既热闹又紧张 人们的视线都不约而同地 锁定在木门处 希望条石能被一点点挪开位置 当封门石被移开后 一堵完整的封门砖 又呈现在考古队员眼前 他们同样需要将封门砖 一块一块取出才能进入牧室之中 当封门砖被取走后 考古队员终于可以看见 墓葬前世的真容 除了一件巨大的陶钢 极为醒悟之外 墓室里面别无探物 为什么前世会出现这样一件陶钢呢 有人猜测 它是红宝生前用来腌菜的菜缸 也有人说 红宝生前喜欢航海 所以这应该是水缸 不过这些说法很快 就被考古队员推翻了 因为他们在这支陶钢里面 发现了一块中间窗孔的半截砖块 考古队员推断 这些都是长明灯的构建 前世清理完毕后 考古队员对后世寄予了很高的期待 前后世之间同样设有封门砖 封门砖后还有一道石门 人们可以由此感受到 当初红宝修建墓葬时的深思熟虑 从施工队发现红宝物开始 一直到现在 整个墓葬的清理工作 大概完成了一半 为了加快进度 考古队员并没有打开石门 而是继续从坍塌的眩顶处 逐步清理后事 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 在接下来的清理工作中 出乎意料的事情 仍然会继续出现 一些难以理解的现象 将成为永远的谜题 毫无疑问 红宝木早就被盗墓贼 倒扰多次了 这让考古队员感到失落 但他们仍然有所期待 随着清理的深入 考古队员发现了棺床 但奇怪的是 棺床上并没有物观 那么红宝的棺床去了哪里呢 它不是没有棺床 这是因为棺床的材质是木质的 而南京的包括祖堂山 所在的这个区域的土壤 是酸性的土壤 而酸性的土壤 对这种清木质的遗物 那么有腐蚀作用 所以这个红宝木的后石 这个棺床没有发现 这个更多的痕迹 但是我们仍然说 这个红宝木后石是有棺床的 因为我们发现了 十多箭这个棺钉 这个棺钉没有问题 这是一件水晶串室 呈人骨形 两头竖腰 底部呈不规则六边形 仅有1.2厘米高 中间有穿孔 同样穿孔的器物 还有这件料管 呈灰黄色 长2.1厘米 当考古队员将这些穿孔玉器 当作整体考虑时 他们推测 这可能是一组玉串式的配件 此外 考古队员还清理出 另外两件玉环 它们形质尺寸相同 都有土镜现象 无论这些玉器有何具体作用 它们都未了解明代官服 尤其是宦官服饰 提供了珍贵的食物参考资料 考古队员还在官床和后壁之间 发现了一件石质随葬品 从外观上看 它很像物质 但它有一个人们 不常听说的名字 石地券 也叫买地券 那么买地券 是中国古代 墓葬里面 经常出土的 一类特殊的文物 它往往记载 也记载墓主的吉利 墓主的 有一些也会记载 简单地记载 它的生平 它的占地 但是主要内容 它是记载 它购买 不是墓地 是因着 因为迷信 三战的需要 并不是跟我们 日常生活中的 买地相关的 这些信息 借助于这一方 小小的石地券 古人追求 誓死如是生的态度 和仪式感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人们据此可以想象 红宝当年 就是以这样的方式 埋好了墓地 并开始修筑墓葬 几百年后 这座墓葬的构造 也在考古队员的清理下 重建天狱 我们现在就在 红宝墓这个前室 前室是 这个涌道里边 它有一道 用砖封堵的门 拆了这个 这一堵砖以后呢 砖墙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这里边 还有一道 内封门 内封门 只留下来这个 铁的铺手 门上的铺手 但是门扇和门梅 包括地上的门梁 有可能全部是 腐朽完了 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 门梁上面的 这个留下来的遗迹 包括地上的 这个石门窝 这都可以证明 它是有座门的 整个前室 用方砖铺地 十分规整 由于墓葬 建造于基岩之上 因此地表 没有发生变形 在前室后方 有两扇厚重的石门 这个石门闭合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上下其实各有一个 铁的门栓 也叫自来峰 就是当这个门关闭的时候 就再也从外面打不开了 所以说这个石门 应该是它建木的时候 并没有关上 而它真正地藏进去的时候 才最终把它关上 它是有个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个石门 在南京的这个墓葬里边 都是保存比较好的 而且是代表着 很高的这个规格 在这两扇厚重的石门后方 极为红宝墓葬的后世 红宝墓呢 整体上是一个通券的墓 什么意思啊 它的墓顶都是一起建造的 它的底墙都是一起建造 建成了一个大的券顶 一个券顶的一个长方形 然后中间的这个过道啊 它是在里边 重新起了一个支撑作用的 这都是重新起的 跟前石后石 它都是通的 按常理说 既然红宝将墓葬 修建得如此精致 而且设置了排水沟和封门石 那就说明 其墓葬中原本极有可能 放置了一定数量的珍贵随葬品 但是坚固的墓葬 还是没能抵挡住盗墓贼的脚步 幸运的是 考古队员在墓葬周围 开挖的探钩中 发现了另一种重要文物 它们是痴纹 砖雕 瓦当一类的建筑构建 难道红宝当年还在墓葬附近 修建了其他的建筑吗 考古队员在寿葬名中 找到了相关线索 据寿葬名记载 宣德九年 即公元1434年 红宝捐建了一所较小的寺庙 名叫东风庵 考古队员推测 红宝目前的这些石构建 很可能就来源于此 这就意味着 这些石构建所在的位置 原本有一座寺庙 于是考古队员 向附近居住的老人 打听了情况 最终证明 这里的确有过一座寺庙 在经过一番研究后 考古队员确定 他正是红宝所建的东风庵 作为红宝墓的考古领队 王志高在主持发掘工作的同时 也在逐渐深入地了解 红宝这个人物 他凭借的最直接的资料 依然是墓葬中出土的寿葬名 由于寿葬名写于红宝生前 其内容应当得到了红宝的审阅和认同 而红宝也应该不会公然弄虚作假 正是在仔细研读这篇名文时 王志高获取了重要的历史信息 因为我们都知道郑和有七下西洋 但郑和到底下了多少西洋 休息点还有增议 那么红宝也是 红宝授残民里面 它记载红宝先后七度西洋 那么我们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 包括我们近年防插制 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明代的文献 那么根据我们的解读 那么在授残民 这个科制之后的 那个正统的六年到七年 红宝仍然还有一次下西 也就是说在这个红宝授残民 所记载的七度西洋之外 红宝还有一次在正统连接 也就是说红宝 根据我的研究 红宝至少是八次下西洋 公元1403年 红宝33岁 正值于壮年的他担任副使 向着海洋进发 至于他的出行情况 明文大致做了这样的记载 红宝担任副使 领军士乘坐一艘巨型船 去往西洋各国 这艘巨船名叫大福号 寿藏民用了一个词来描述 他究竟有多么巨大 五千料 看到明文中记载的五千料巨舵时 王志高很激怒 因为一个在海内外流传的疑点 将得到有力的反复 有学者认为 那个正和下西洋 那个大号宝船 不可能有这么大体量 也就是说 不可能有五千料的 这种宝船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民国时期 我们南京的靖海寺 出土了一块残碑 那个残碑上 那么介绍当时下西洋的 一些将民 一些军官 所乘坐的那个海船 是两千料 是一千五百料 所以他们怀疑 正和下西洋的大号宝船的 这个五千料 这个体量 它的可信性 那么当然 这个红宝 受传民的出土 证实了相关的文献记载 是可信的 尽管学术界 还未明确 料这种单位的具体含义 但红宝受葬民 证明了五千料宝船的存在 为了更加直观地 感受宝船的大小 南京正和宝船遗址公园中 附建的一艘宝船 可以成为参照的对象 这一艘宝船 长约六十三米 宽约十四米 已然是一只庞然大物 那么 初始西洋的宝船 也就可见一斑了 除了此次远行之外 受传民还更细致地 描绘了红宝的 另一次西洋之旅 宣德五年 即公元1430年 红宝担任正使 统领军事远下西洋 在这一次出行中 同样担任正使的官员 还有人们熟知的正和 红宝先后有八次下西洋 有五次我们可以确认 或者推定他的年代 那么其中这五次里面 那么有两次是可以确认 红宝和正和是同时的下西洋 一次是宣德五年 还一次是永乐十九年 但令人遗憾的是 不久之后 一生数次远下西洋的正和 去世了 这不仅是明王朝的巨大损失 他似乎也对红宝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年后 红宝开始谋划自己的后世 他感叹人生在世 如白居过细 不如早些考虑自己的归宿 这些想法最终都化作了寿葬名文 祖堂山也成为红宝的安身之所 寿葬名的末尾写道 牛手之下祖堂岂有 水秀山名鬼神喝手 万古千秋藏丝不朽 这是红宝最后的选择与憧憬 2010年夏季之后 红宝墓的保护工作正式启动 为了防止墓葬坍塌 墓葬四周以青砖加固 目前还修筑有台阶 以便于人们参观纪念这位 伟大的航海家和外交家 从2010年夏季开始 红宝墓的发掘清理工作 一直牵动人心 考古队员也在种种意外之间 逐步地揭开历史真相 这是考古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 也是考古的一种常态 更重要的是 红宝墓的价值无可比拟 关于红宝的生平事迹的记载 非常零碎 也不完整 那么受产民的出土 那么对于完整的了解 这个伟大的 或者说跟正和同样伟大的航海家 这个红宝的生平的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关于正和下西洋 那么虽然以往的史料 那么有一些相关的记载 但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 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 关于这个 下西洋 这个大号宝船的尺度 以往 学者 对这个问题 有不同的认识 那么现在 红宝 社产民的出土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 就是正和宝船 尺度大小 那么也是一次 对我们的研究 提供了关键的支撑 如今 距离红宝墓的发掘 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祖堂山下早已恢复平静 但人们研究红宝 这位历史人物的热情 却始终不解 经由意外发现的墓葬 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 重新载入史册 与此同时 历史也为人们留下了 许多的谜题 红宝究竟去过几次夕阳 这些问题的答案 都需要人们 花费更多的时间 去追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